哈喽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咖啡店跟小贩中心的故事 为什么聊这个呢?我来新加坡啊,有一段时间了 不瞒大家说啊,我刚来的时候啊,分不清啊 啊,小贩中心,咖啡店,长得都差不多,对不对? 小贩中心没有冷气,咖啡店也没有冷气,对吧? 那么通过我这么多个月在小贩中心跟咖啡店吃饭啊 我总结了几条,不知道对不对? 在座的各位新加坡的朋友,请你们指证哦 那么第一呢,说这个小贩中心啊,它的价格是最最最便宜的 相对于小贩中心,咖啡店同样的餐食要比小贩中心贵几毛钱 另外这个咖啡店跟小贩中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通过我的总结啊,在小贩中心你点一份餐啊,拿到你一个桌子上吃的时候 从来没有人问你要不要喝水,对不对? 但是在咖啡店就不一样啊,为什么叫咖啡店? 以我的理解啊,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我以为就是我们那里的咖啡厅的 但是来了以后才觉得啊,并不是啊,因为他有卖饭的各种饭 当然啊,他也卖那种杯装的咖啡 所以说话又说过来啊,比如说你在咖啡店点了一份餐 正在吃的时候就会有人问你,要不要喝水啊?要不要喝水啊? 不瞒大家说啊,我刚来新加坡的时候,我在咖啡店吃饭啊,我还挺不习惯的 为什么呢?有时候其实我是不需要喝水的 但是人家老问我啊,我这人脸子又薄啊,我就问有什么水吧,是吧? 咱们就来一杯啊,虽然这个水啊,就几毛钱也不贵 但是不瞒大家说啊,咖啡店的咖啡啊,特别甜,特别甜 我本人呢,不是很喜欢吃糖的啊,就甜的东西 所以呢,经过我的总结啊,这个咖啡店跟小贩中心 这两种场所都是可以卖水,也可以卖饭,对吧? 然后呢,他们也没有空调 所以我最后得出结论就是,咖啡店它一定有人卖水 而且它追着你问,是吧? 有时候你这次说我不要,一会又转回来,它可能忘了你了啊 它又看到你啊,你要不要喝水? 它又问你,咖啡店啊,如果是小贩中心 你放心,你从吃刚开始到吃完,没人理你,没人问你要不要水 甚至说你想喝个啤酒,你还得主动去买 好了,朋友们,不知道我的总结对不对? 大家对于咖啡店跟小贩中心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说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明天见,拜拜